你咬我也就算了 能不能搞个经验模式 一晚上十几个爆 你把我当变化了 有本事你们人类就灭绝我们呀 还有谁 不会有人没被蚊子咬过吧 全球大约有三千多种蚊子 其中三大巨头 暗蚊 蚊蚊和蚊蚊 对人都危害最大 我们身上有八十多种病毒 是地球上唯一旋载病毒最多的生物 要想完全消灭蚊子 可没那么简单 早在白恶气时期 蚊子的祖先就已经出现 与吸过恐龙血的蚊子相比 人类简直像是蚊子的新串 为什么蚊子只咬我不咬你呀 不公平 蚊子喜欢呼吸体力快 体力高 汗也多 穿深色衣服 心晨带性快的人 爱化妆 爱色酒的人 也是他们的最爱 爱妈 真小 别高兴太早 广州32012年 正式成立了蚊子工厂 每年释放出3.6亿只 北部为蚊子战士的 别语红蚊 他们不根据人类 只会是雌生文字 无法生育 有 超超执行着 面文计划 两年后 试验点了 野生文字数量 水间排在这90 你要干嘛 我也要加入 面文大军 这些出文小妙招 全景点赞收藏吧 谁啊 快递 快递都放阅证了 怎么突然锁上门呢 小朋友 快开下门 你放门口吧 这个需要当面签收哦 刚才已经签收过了呀 他刚给我打电话说漏签了一个 根本没人来送会计 他没收房 快开门 别耽误我时间 家里配的学习技术 最多一分钟就能打开 疯了 小朋友 别躲了 谁当地一个人在家 喂 爸爸 你都如下了 快让毛阿姨一起上来 家里有坏人 哦 猴贤 得赶紧报警 啊 危险 别过来 你感性吗 一根细细的风车线 可以切开一辆车 有实验表明 荒州线可以轻轻松松 将水果一丰为二 甚至连公园的汽车外壳 都会被割出深圈的口子 一定要远离荒州线 等个下一秒 它就可能变成夺米道 每年这个时候 发扰汽车被荒州线 隔上眼睛 在公园玩 被勒伤脖子的事件发生 鞋舰动车和摩托车的 一定要小心 快速汽车 这两个荒州线 让隔喉 现在几段时间内流干 疑伤解剖也会被割伤 风车线很细 在远处根本看不到 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现在正是放风车的季节 千万不要在市区 道路或人流量 密集的地方放风车 一定要选择空旷的区域 你记得了吗 为什么不点赞 小学生最恐怖的瞬间 跑跑跑跑 跑跑跑 熟组 并备手全文 跑步七 遇到不会回答的问题 正好被老师提问 你来回答一下 跑步六 转头正好看 赶手阵 我们的凝视 跑步五 下午的体育课 凝视取消 反正了考试 考试 早已不到就覆盖了 跑步三 作业后面的参考答案 逆 草婆 吵架的教师人 苦然安静 二年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们知道 错不疑是什么吗 赶紧点赛告诉我 提罚学生 假期补课 提前开学 作业太多 我要举报学校 不愧还有人不知道 学校出现不合理行为 是可以举报的吧 你能举报学校 不要命啊 照我说的做 学校不发现不了 首先拨打教育局 投诉热线 010-6609-3315 教育部门 会依法对你的信息保密 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全程录音 捏着鼻子说话 你好 请问你是哪个部门 资资叫什么 公号是多少 我要举报学校 去一天一个月开学 说清楚举报的对象 事件的详细信息 有证据最好 这次通话 我已经全程录音了 你的信息 我也全部掌握 根据法律规定 你们必须对我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足有泄露 不会持续追责 万一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呢 说吧 是不是你 我已要求保密 进入我的信息是违法的 我要上报你一前回 我还是不敢 那你还是直接搜 教育局官网 你能线上举报 举报结束后 教育局会进行核实 成功后 会通知学校 请客整顿 还不赶紧 偷偷指教说好 你怎么被打开了 等等 这个胶带是什么时候贴的 昨天晚上 一个小小的胶带 就能轻易地 开一家大门 门口的宣传单 抢上符号 都很有可能成为坏人的标记 你一个远远的手段就这些吗 什么 又有新套路了 别以为你不开门 我就拿你没办法 我可以把小孩出生的录音 放在你家门口 一同金星泛滥 肯定会忍不住开门 这时我们就可以 遇到这种情况 你一时间在业主群里 请问是否有小孩走救 或让保安上来查看情况 那我还可以假装外卖员 把你的餐食忘在楼下 只要你跟我下去拿 你就再也上不来了 我们还会伪装成 和蔼 也轻的老师 在小区楼下 找专门落单的孩子 80%的孩子 都会听老师的话 小朋友 只要你答对老师的问题 就会得到一个暗号 拿着这个暗号 到达指定地点 就会有假议 不能告诉大人 你到达指定地点 我的图屋 就会把你带走 怎么这么多套路啊 这才哪到哪 你让我进屋 我再告诉你几个 下期出游 遇到这些情况 千万有警惕 一出游 扯动回车时 租户司机突然要 提前结束订单 我给你提前结束订单 我给你提前结束订单 我给你朋友 少算你点钱 遇到这种情况 快逃 不用了 我现在想出 他接的朋友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同伙 见我以为小区大 二 遇到活生人 此处是你家人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又不听话 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孩不听话 算了 这是我家孩子 你是谁 别害怕 我早就注意到他不住人了 谢谢你 他肯定还过来找孩子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爸爸就在顿面 小心从一个危险 进入到另一个危险 三 警惕伪装做事群体的人 不要 我身体不舒服 你帮我回到顿面吧 是谁 有机的通知心 可有可能是圆范子的手段 回不了家的 不是老人 而是你 我刚打了120 就不成马上来 我看谁还没减暂 人在溺水后的五分钟内 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敢了 红露水的路途 只要五分钟 你以为的溺水 是电视剧里这样的 救命 救命 实际上 溺水过得20秒 少量的水灌入口笛 你会咳嗽不止 根本无法大声呼救 溺水20到60秒 你开始憋气 试图在呼吸和憋气之间 来回转快 然而体力的严重下降 和精神的过度损耗 很无法做到这一点 看到没 看来是夜长没注意到我 五分钟后 水面上不再有你的身影 你会下意识招大嘴 大口夕阳 水流顺势 灌入体内 怎么漏难受 我跟你说 度秒如年 即11秒 踩出寸膝短 肺力逐渐被迫灌入 超过肺活量 四分之一的水量 90秒后 你开始平静安静 凑下幻觉 两分钟后 血压实现威灵 心脏不再躁动 身体是出错最后的侦察 五分钟后 你就到了天堂 求证 再给我一次恐伤的机会吧 也不是不行 如果不上落水 就这样救 不要惊慌 要呼吸器 保持呼吸 双手顺着自己的身体 往前伸 屈膝 身体就会飘起来 大声呼救 等待救援 你想起我来了吗 这就马上赢了 先自己玩玩